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靴子合集 那今天一共有13双靴子 它们的价格都在100元左右 非常平价 且不含任何推广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区 给我这些靴子们打个分 从1到5吧 然后我就要大家更喜欢哪些款式 先从马丁靴开始吧 第一双是一定要买的 白色厚底马丁靴 价格是108 基本上黑靴子能搭的场合 这双黑白配色的靴子都可以替代 有时候还更帅 百搭性远远的超过了我的预期 它的底是宽底的 车了两排白线 就很酷很机车 侧边带有拉链穿托方便 走线和做工我觉得都OK 性价比高 第二双是越来越爱的黑色亮皮面 八孔马丁靴 价格是168 它不是经典的Dr.Martin那种鞋型 而是鞋头圆圆的笨笨的 丑萌丑萌 刚开始不喜欢 后来真的非常香 去年一整个冬天都在穿 现在也没有出现裂皮开胶烂底这些情况 我感觉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内里有一层薄棉 舒适感强 第三双是今年很火的大秘密同款 马丁靴 价格是146 这个款式虽然我没有很喜欢 但它的更高是4.5厘米 还自带一点点内增高 同高也矮 对小个子很友好 也是荔枝纹 侧边带拉链 软皮的一点也不抹脚 第四双是这双很秀气的真芝麻冰靴 它的价格是168 它的鞋型就很小巧 在脚掌脚踝这些地方都会显得脚很纤细 搭配工装风竖脚胃裤应该会很赞 不是这种风格的话 可以给直筒裤卷个裤脚 这样穿起来也好看 相当于夏天穿九分裤 鹿脚踝显瘦的效果是一样的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五双是你们一直在夸的 杏色袜靴第一根的 我秋天买的是不加入版本的 现在有加入版本的 价格是99 它是个小方头3厘米的根 无论皮面还是鞋底都是薄薄的 不适合四五个小时长时间的走路 脚掌会有压力 很轻质量能过一个季度就不错了 反正好看每次穿上都开开心心的 就OK啦 鞋型车线这细节都很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装饰这双红色的机车袜靴 是一双版型非常完美 基本跳不出毛病的靴子 清仓的时候买的 现在重新上架的价格是186 喜欢红色的女生一定要买它 这个红不艳丽俗气非常酷 上衣或者包包有个红色就能和它搭配了 鞋头的皮质硬挺不易变形 鞋筒的皮质柔软并且作有褶皱设计 加薄绒细节感满满 清仓88到手的时候 简直开心的不得了 第七双裸色切尔西靴 价格是99 同款来一个黑色米色和棕色 我比较期盼买了一个裸色的 看起来非常像鞋模 但事实上证明它真的很百搭 秋冬棕色调叠穿的时候 这双鞋子实在是太合适了 搭阔腿裤还能穿出小皮鞋的感觉 它的线条流畅干练 非常有气场 只能说这个鞋型绝了 值得一试 但是不加融大冬天还是有点冷的 拉链车线浇水 这些做工细节都完美 第八双黑色布洛克雕花切尔西靴 也是很经典的款式 这双的更高是5厘米 我买的是不加融的小牛皮雕花款式 鞋型做工和价格还是匹配的 亮皮面的我看他们家并没有上架 喜欢的可以用这张图去搜一下 细节看一下哦 第九双这些鞋里面最饱暖的这双雪地靴 它这个拼色和小牛角抠针好可爱 我今年才发现有很多很好看的雪地靴 以前对雪地靴还停留在纯色 露露的印象里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穿雪地靴 这双的颜色也是很百搭的 款式新颖可爱 加融非常实在 暖和的不得了 第十双喀色沙漠短靴 价格是148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对158来说都是OK的 而且我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在里面会垫一个鞋垫 增高效果非常明显 而且巨弦腿细腿长 这个鞋子是六孔的 4厘米跟10厘米桶 对小个子很友好 里面加融一个棕卡色 细节做工都挺不错的 值这个价格 我个人不太是这种风格的 也不知道怎么说 细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哦 最后两双就长筒靴了 这双骑士靴是我今年的超级新宠 价格是228 但其实它没有很修饰脚踝 不过很多骑士靴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喜欢它这种酷酷的style 这双靴子到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我为它买了4条紧身裤 关注我的朋友就知道 我一直只穿宽松直筒的 毕竟腿不直 甲快还宽 但是紧身裤加骑士靴的搭配 简直A到爆炸 人人都给我快点去尝试 其他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我比较少买长筒靴 懂的也不多 这双呢就很鞋型很完美了 很显瘦 价格是198 也是今年很火的绑带长筒挖靴 靴筒是加薄绒的软皮 很贴合腿部线条 会比较显瘦 它虽然没有拉链 但是穿托非常方便 不讨人眼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一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帮我三连一下哟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你最喜欢的 谢谢大家